國學院的選舉 台中是不是出現 哪也跟平亞合作的狀況 民進黨這個新特市長的陳孫林 高峰安怕去台中了解 這個建國市長刷限的過程 國民黨這個現任市長 路修院是親身接台水平 警察說任何的陳孫林來都歡迎 和國民進黨台中市長陳孫林 蔡其昌認為這可能陰法 哪也提到內地的恐怖 禮拜日一早 民進黨新特市長參選任 高峰安來到台中 建國市長參訪 還會統計的台中市長 路修院親身接待 跟峰安是希望了解 這個占地二點二三公項 七百十一的 單位 全國最大的共有任職市長 是如何經過台中三年市長 完成請見 作為新特國菜市長的証言 這個不同 而去有所不同的一個處理方式 八荷才剛房 當然 新特市長參選任 您更能呼算 今天 路修院卻實力很大歡迎高峰安 他們去了外界的猜疑 路修院強調 實際高峰安 很久 對所有的參選任 都有很合格協助 希望大家做成名選舉的選風 如果民進黨台中市長參選任 創意成功 這個機動不清楚 是不是為路修院重來跟後悠意 最常來參選總統普羅 但是可能 他去南亞 提告來的恐怖 現在是不是已經在為 這個正副總統的選舉在佈局 這個我們不得而知 那我相信這個應該是 藍營茶壺內的風暴 我想他們自己要去解決 略出選舉都發出割前中臺灣 台中市全國第二大城 選前進黨期間合葬聯興的現象 事外的效應 或是山神國族電影裡面 內部的雜音 政黨各都關注 記者台中佈讀